他們想人家用什麼中華電話? 華偉啊? 通過人都不用啦! 我叫我Jer 不需要想像大家都知道 所以說話說之前 馬來西亞有一位專門玩遊戲的KOL 正當他玩家一個遊戲叫做王者榮耀的時候 竟然遇到小粉紅 而且還要是... 脫友來的! 好了,觀眾就隨從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馬來西亞的KOL 跟小黃玩遊戲時會有什麼問題呢? 跟小黃做對又有什麼感覺呢? 還有我都要重新回應小黃的言論甚至行為 沒那麼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分享、留言、訂閱、留言 立即會問我 請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想點個多點 不妨追蹤我的資訊 那我們就立即開始! 小黃先來看一下重新回應小黃的行為 上大小小的小黃就問了 真的很想說! 如果你是覺得外國人是外國人的話 你會不會用中文問他是不是外國人? 你說笑死不笑死? 我真的想問馬來西亞人懂得中文有什麼問題呢? 本來馬來西亞是一個國家 一有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 當中華人的比例已經多達25% 所以在馬來西亞有找到那些會說中文的幾個很奇怪 不怕笑死人 當然因為KOL回答完之後 那位小黃追問的時候 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改國籍? 你本來要改國籍? 什麼? 改國籍? 你什麼鬼?你什麼鬼? 大膽了! 全世界都是華人的啦 難道每個人都是中國籍嗎? 例如一個日本出生的華人就是日本籍 一個台灣出生的華人就是台灣籍 別這麼忘膠了好不好? 還有 你那個改國籍 那你就要看中國偉大的主席習近平的家人有什麼國籍吧 那你調查頭什麼時候說中國籍呢? 重點說有人改國籍 來吧!看看中文的高官先說話吧! 你看!一天都是飛機啊! 一街都是電腦啊! 醒醒吧! 那有沒有第三個小黃做安都說 什麼?垃圾工業? 你看我們說80年代嗎? 根據近年馬來西亞產業轉GDP的比例來說 農業佔了7% 工業佔了35% 服務業佔了58% 所以不妙來說近年馬來西亞經濟發展以服務業為主 而不是工業發展為主 所以我真的很想問 什麼叫垃圾工業呢? 我想說一句 別人的馬來西亞人均GDP跟中國差不多 你以為真的有料嗎? 那你又有什麼資格說人家垃圾工業呢? 閉嘴吧! 尤其是英國小黃做安都說 我真的很想說 其實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道友的特色和文化 如果你單單可能從網上給圖片 甚至是求求其他人說完之後 就覺得那些國家真是弱話 我只能夠說 你真是膚淺到一個點 即是來馬來西亞 他除了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之外 更加是多元宗教文化匯聚的地方 當中包括道教、佛教、印度教等等 以及每個國家都有的 你看中國出現年齡的廟圍 再加上 最後 有一句話叫張心比己 大家都聽到 這位小黃在和別人國家時 都被垃圾前垃圾後 所以我想問在一個情況下 既然你本身都不肯尊重其他國家 那你又如何叫其他國家人尊重你呢? 經常說人家在侮辱中國 侮辱中國 但自己又沒有反思這個行為 賣掉在南地垃圾 那就是第五了 因為小黃就說 演你? 演你? 演你的意思就是 留在遊戲中演戲 並不斷送頭 所以因為小黃的言言之意 就是如果KWL不在中國玩 他就會在遊戲中 不斷送人頭頂輸他 真的很想說 究竟別人愛不愛中國呢? 有關差事嗎? 為何我幼稚度用一種方式 要求別人愛中國呢? 大佬啊!我只是打電話而已 別這樣好嗎? 所以說 如果小黃是敵人的話 可能也沒有這麼生氣 最起碼都會透過遊戲 不斷殺他宣洩你不滿 但如果小黃是隊友的話 就說 啊!我頂你不相信 你不要這樣當我拜下你了 怕那麼多 那就是第六 這位小黃就是發生了 我都說 你會不會錯我了嗎? 想熱點 你會不要買給你 吃吧?你會不會看什麼 不要再吵啊! B 好便宜啊! 不要太煩了 打電話了 打電話了 所以這裡都不得不恢復 因為KWL要高EK 立即許以言 是可以容忍到 這位小黃 不斷問完整個垃圾問題 還有我也想說 當那位小黃問過 KWL有沒有喝奶茶的時候 當中他就發問了一句 他單憑這句說話 就知道他有什麼自卑吧 確實連人家有什麼奶茶都要跟台灣相比 就要投影一種人 即是連小小事都要認同感 好了 第七 因為小朋友都說 他們想人家用中國的電話 華為嗎?中國人都不用了 我真的很想說 他們的朋友們也要用iPhone 那你又憑什麼叫人家用中國的電話 我剛才就說 一個人要用什麼電話 看性能 所以如果中國的電話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即使你不叫人家用 也有很多人都爭著用 你為何不理解呢? 第八 因為小朋友都說 聽說中國安全? 中國最近確診的案件突然大陣 不要嚇我啊大哥 你們最近才有飽班 那後來中國安全呢? 錯啊 我想問什麼叫回國啊? 是別人的國家 甚至是家裡的馬來西亞 也不是中國啊 所以麻煩你 就不要經常打飛機以為人家是中國人才行啊 但這位小朋友還說 我真的不得不給我一個讚給這位美女KOL啊 不僅僅無貴這位小朋友的騷擾 而且更加堅持才是挺厲害的 這位小朋友永遠都說 哎呀 又是這些官方式答案 我真的不想聽啊 收屁吧 那麼最後 重點來了 當然因為小朋友繼續跟KOL說話的時候 後來有其他人就開始看不過 還說 現在這個時候 小朋友的回應就是 好 最後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是怎樣看的呢? 這次的觀眾就不妨礙人求婚安啦 那麼那麼多 如果喜歡的話 還記得按LIKE、SHARE 跟SUBUSCHILE 或者SUBUSCHILE 就不要忘記按LIKE 還有中文字的新聞才看 BYEBYE